民眾新希望 基隆電器人 民眾新希望 基隆電器人 劉瑋馴 動帥 徐樂森 動帥 李怡琴 動帥 台北市長柯文哲以黨主席身份 中秋連假來到基隆 親自授起給民眾黨提名的 五位市議員參選人 因母雞姿態 拉台省事 安樂區分派是我們的劉瑋馴 文理服務巡航安樂 五位市議員參選人一次排開 包括安樂區的劉瑋馴 中正區的李玉峰 信義區的技嘉 仁愛區的李怡城 及中山區的許又生 以昨天來講還有今天晚上 我就會陪我們候選人 在一些中秋的活動裡面 去跟大家互動 那事實上當然每一位五位候選人 我想我都跟他們互動過很多 也有把過去的一些相關經驗 一些人脈介紹給他們 我覺得他們進步得非常的快 黨主席柯文哲親自站台 吸引不少支持者到場 不過一開口就是炮聲融融 一開始叫基隆請貝 2017年7月小英來這個 來基隆之後 以前國民黨出來了 像國民民黨 四年後要通車 四年後東西在哪裡 基隆請貝 基隆請貝變基隆捷運 還是圍城 我最近才接到交通部給我們 很簡單 你現在叫基隆請貝變基隆捷運 第一 誰要負責蓋 現在沒有人要蓋 基隆市政府說 蓋資格要花多少錢 我跟你講 絕對不是四百多一蓋得起來 我是實際在蓋捷運的 我怎麼不曉得 現在誰要負責蓋 就沒有人要負責啊 台北 我說我才最後那幾公里 我為了那幾公里蓋全部 也不是不可以啦 我大家說我先做 第一個誰要蓋 再來錢怎麼貪 柯文哲強調 從基隆輕軌變成後來的捷運 他用自己實際蓋過捷運 提出了疑問 一開始研究商出來說 基隆不用付錢 中央都會付 現在算誰說不行 你們要付十七億 他說沒錢 他說我們基隆沒窮 我們不可能負擔 你自己來賠就賠不好了 再來 這營運下去 誰要負責營運 如果虧損的話 是誰要負擔 所以說那個 為了這個 從基隆輕軌 就從頭到頭到頭 那外面基隆捷運 我就介紹交通部的公文 你知道嗎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我說你們說要蓋的人 你們交通部要出來協調嗎 現在誰要負責蓋 找不到人 錢要怎麼分攤 大家都不認賬 營運下去 誰要負責營運 沒有人要負責 那如果虧本的話 誰要負責 打不過跟你說 所以我跟你講 我聽說 有人在問我說 你坐台北市長 你坐八年零舉債還反570億 我前五年就反570億 這三年是因為 那個疫情來的 實在是壓力還 真的花了多錢 所以沒辦法再反戰 柯文哲強調 交通部應該出面協調 確立北北基三個縣市 誰要負責來蓋 基隆捷運 建設經費 要如何分攤 未來要誰負責營運 如果虧損 要由誰負責承擔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東山